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美国老黑试图抓住吕正红的腿摔倒他时 结果却被一击劈腿很恐怖踹倒 他迅速爬起企图扭转局势 又一次被吕正红的勾腿给制服 瞬间失去先机 这时 吕正红就像的狼王占据了上风 美国老黑被他不断地按在地上摩擦 美国老黑这家伙虽然机灵地翻了个身 但吕正红那地面功夫可不是概念 三两下就站了起来 美国老黑现在心里那个忐忑的 就像小鹿乱撞的 不敢再轻举妄动 吕正红逆击精准地侧踹走出击 踢得老黑连连后退 无奈之下 老黑又开始了摟抱战术 妄图将吕正红再次压制 明显老黑还是太年轻了 反被吕正红打捏 吕正红又对老黑开始了新一轮的摩擦 此时的吕正红彻底火力全开 对着老黑就是一阵暴力输出 一会儿揍脑袋 一会儿掏腰子 打得老黑痛苦不堪 嗷嗷直叫 简直毫无还手之力 裁判怕老黑交代在这里 于是叫停了比赛 赛后 老黑面色痛苦 手指也被打断 从云端跌落 之前的嚣张狂傲不分